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并警告可能会采取报复措施 这对于已经面临需求减缓和价格下跌的中国车企来说 无疑是雪 上加霜 接下来 俄罗斯的一支舰队抵达了哈瓦那 这次访问是在美国允许乌克兰使用美制武器攻击俄罗斯军事目标后进行的 这些军舰虽然不携带核武器 但具备发射高超音速导弹的能力 让人不禁关注俄美之间的紧张局势 最后 中国的AI药物研究公司X-TELPi在香港成功上市 这是今年香港第三大IPO 背后有腾讯和谷歌等巨头的支持 显示出中美竞争下的科技和生物制药领域的激烈角逐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日本时报报道 欧盟将对进口的中国电动车 税提高到100% 此举将给中国汽车制造商带来数十亿欧元的额外成本 尤其是在国内需求放缓和价格下跌的背景下 华盛顿邮报报道 美国军方正在密切关注一支抵达古巴的俄罗斯军舰编队 这是普京在西半球展示武力的一部分 这次访问发生在拜登政府宣布允许乌克兰使用美国武器 对俄罗斯境内军事目标进行打击后不到两周 俄罗斯军舰包括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护卫舰和核动力潜艇 喀山号尽管没有携带核武器 但这些舰艇仍具备发射高精度导弹的能力 古巴和俄罗斯外交部军表示 这次访问不构成对该地区的威胁 古巴外长罗德里格斯在与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会晤时 谴责了美国政府和北约对俄罗斯的制裁 日经亚洲报道 被靠腾讯的中国AI驱动药物研究公司新药科技在香港上市 这是香港在吸引战略性初创企业的新归下的首个上市公司 新药科技在上市前募集了9.893亿港元 成为今年香港第三大IPO 尽管超额认购75倍 但定价仍偏保守 新药科技由三位麻省理工学院的量子物理学家 于2015年创立 专注于利用人工智能和机器人自动化进行药物研究 尽管公司在2023年净亏损19亿元人民币 但收入同比增长30% 新药科技计划将其计算能力应用于其他行业 如化妆品、能源和材料 公司最初计划于2021年在美国上市 但最终选择了香港 利用了今年3月底引入的专精科技公司上市规则 《环球邮报》报道了加拿大新闻基金会颁奖典礼上 《环球邮报》记者Lindsay Jones和自由摄影记者Jesse Winter 分别融获大奖 Jones因在《环球邮报》、海象和连线上的文章 获得了Lanceberg奖 这些文章探讨了针对女性的性暴力 和警察及法院系统中的系统性偏见 Winter则因报道去年创纪录的英属哥伦比亚省野火 而获得CJF Edward Burtynsky气候摄影奖 颁奖典礼上 《环球邮报》前出版人兼CEO Philip Crowley 还被授予终身成就奖 其他获奖者包括文尼博自由新闻 因报道警察枪击致死案件的调查 而获得大型媒体类别的杰克曼新闻卓越奖 蒙特利尔公报因调查蒙特利尔医院 6名患者死亡事件 获得小型媒体类别的杰克曼奖 Radio Canada记者Toby Lebel 因探讨氢能在绿色能源转型中的作用 获得气候解决方案报道奖 澳大利亚广播公司报道了 参议院对咨询公司的调查 揭示了堪培拉的恶性咨询问题 调查始于PWC丑闻 前税务代理Peter Collins 利用其政府顾问身份为另一方提供建议 三位参议员Richard Kolbeck Debo Neal和Barbera Pocock 在调查中表现出色 他们揭示了咨询公司 与政府部门之间的共生关系 调查发现 咨询公司已经侵入了 公共服务的核心工作 削弱了公职人员的能力 咨询公司的迅猛增长始于上世纪80年代 澳大利亚的咨询行业现已成为世界第四大 调查还发现 咨询公司在政府工作中的利益冲突和透明度问题严重 参议员们提出了12项建议 包括要求咨询公司在公共利益上行事 并建立利益冲突登记制度 然而参议员Barbera Pocock认为 这些建议还不够 她建议进一步公开咨询公司的客户名单 设立法律可执行的道德标准 禁止为申报利益冲突的公司 并要求公职人员转入咨询公司前有冷静期 《环球邮报》报道 加拿大移民部长Mark Miller 对移民非法利用加拿大边境进入美国 表示严重关切 并与美国土安全部部长Alehandro Mayorkas 讨论了这一问题 美国总统乔拜登本月决定阻止移民 在美墨边境申请庇护 直到尝试越境人数减少 今年早些时候 一些共和党人表示 需要更多关注通过加拿大边境 非法进入美国的外国移民问题 2022年 与美国官员在美加边境的遭遇大幅增加 涉及印度 墨西哥和中国国民 Miller表示 重新对访问 加拿大的墨西哥人实施签证要求 在遏制庇护申请者流动方面取得了积极效果 加拿大边境服务局的情报负责人Dan Anson表示 加拿大边境官员与美国和皇家骑警密切合作 调查从加拿大非法进入美国的偷渡行动 并在南安大略省的尼亚加拉瀑布等地成功破获了多起偷渡路线 Miller强调 非法越境涉及的人 可儿能对加拿大和美国都没有好意 需要加大关注 南华早报报道 贵州省一名高级卫生官员杨辉因严重违纪违法被调查 这是中国医疗行业反腐行动的一部分 杨辉是贵州省卫生委员会的党委书记 他的案件是在他从广东和福建省的学习考察回来后不久被揭露的 这次调查是针对医疗行业长期存在的资金滥用 管理层的寻租行为 药品销售贿赂和可疑的医德问题 自2023年1月以来 全国已有超过300名医院院长和党委书记因腐败问题被调查或处分 杨辉1994年毕业于中国民族大学 曾在媒体行业工作10年 后来转入贵州省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并逐步晋升 2020年 他被提升为贵州省卫生委员会的党委书记 在他任内 贵州在中国严格的清零措施下 引发了全国关注 南华早报报道 英国歌手前One Direction成员Zane Malik 在一个YouTube视频中透露 他每天随身携带一瓶中国草药糖浆 念此他皮而高 这款传统中药被用来缓解咳嗽 喉咙痛 发烧和失声 Malik称其为对声带非常有益的特效药 并且他在唱歌时总是随身攜带 该糖浆的配方包括川贝姆 皮茶叶 甘草根 新鲜生姜和蜂蜜等多种天然成分 据说对喉咙和整体健康有益 这款产品在西方国家近年来也变得流行 特别是在2018年纽约的流感季节 其价格一度飙升至每瓶70美元 该产品由1946年成立的香港传统中药制造商念词 Tanzi药厂生产 并在中国放宽清零政策后销量大增 一位网友在微博上表示 看到Zane Malik拿着一瓶念词他皮哈膏 感觉就像是两个不同的宇宙在融合 南华早报报道 美国副国务卿Kurt Campbell在华盛顿一个智库表示 美国希望印度在改善与中国的紧张关系方面取得成功 但他警告说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在领土问题上很难表现出任何灵活性 印度外长苏杰生在继任后表示 印度将致力于解决与中国的边界问题 Kampbell表示 美国对印度的努力表示支持 并对美印双边关系感到非常自信和满意 他还透露 将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Jake Sullivan 一同前往印度 推进双方的合作领域 Kampbell指出 中印之间存在一些结构性问题 这些问题很难解决 中印两国共享一条长达3800公里的边界 大部分边界划分不清 并且在1962年爆发过战争 自2020年7月以来 双方一直处于军事对峙状态 当时至少有20名印度士兵和4名中国士兵 在50年来最严重的冲突中丧生 尽管在某些问题上存在分歧 美国仍希望加强与印度的关系 美联社报道 中国总理李强周四抵达新西兰 开始了对这个西方民主国家最亲密伙伴的罕见访问 此次访问预计将庆祝贸易关系 同时也将涉及南太平洋安全问题的担忧 李强是自2017年李克强访问以来首位访问新西兰的中国总理 他还将访问澳大利亚和马来西亚 此次访问政治澳中关系紧张局势缓议和之际 新西兰总理克里斯托弗·卢克森 预计将在公开声明中赞扬与中国的贸易关系 中国是新西兰最大的贸易伙伴 双边贸易额达360亿新西兰元 能够20亿美元 两国于2008年签署了双边自由贸易协定 这是中国与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成员国签署的首个此类协议 此次访问标志着2014年习近平主席访问 惠林顿时签署的加强关系承诺的十周年 然而尽管卢克森在周一的记者会上称 此次访问为商业带来了新的机会 但新西兰长期以来一直试图将出口势力敞多样化 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因此此次访问不会像以往那样 仅仅是经济成功的故事 随着中国和美国在太平洋地区争夺影响力 卢克森在本月访问纽埃和斐济 前谈到了该地区日益动荡的地缘战略环境 尽管他没有直接点名中国 新西兰近年来在安全问题上 对北京采取了比其五眼联盟情报 共享伙伴更为温和的立场 寻求跨党派 党派和政府的一致外交政策 但卢克森表示 在与李强的会谈中 新西兰将公开讨论我们的分歧 一个潜在的摩擦点 是新西兰考虑加入澳大利亚 美国和英国的OQUS安全协议 卢克森称OQUS在印太地区提供安全保障是好的 新西兰应在决定是否参与之前探索其选项 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在三月访问惠林顿时 对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的安全担忧表示反对 卢克森回应称 这些威胁是真实存在的 周四 超过一百人收举横幅和中新两国国旗 在寒冷多云的天气中聚集在机场附近的街道上 迎接李强的中国国航航班抵达 这在惠林顿这个人口21.5万的城市 是一个不寻常的景象 通常宁静的海滨郊区莱尔湾 增加了执法人员的存在 当李强的车队从机场出来时 聚集的人群敲鼓唱歌 迎接这位领导人 这让前来开店的零售工人感到困惑 李强将于周六前往澳大利亚首都 在那里 北京近年来的关系并不顺利 他的访问标志着两年努力 重建中澳关系的高潮 并庆祝双方希望的关系正常化 尽管在地区安全和人权问题上存在分歧 这是七年来 中国总理首次访问澳大利亚 紧随去年11月 澳大利亚总理尔巴尼斯访问北京 和3月中国外交部长王毅 访问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之后 随着关系恶化 中国逐步取消了对澳大利亚 进口商品的关税和其他限制 中国反对澳大利亚计划在美国和英国的帮助下获得核动力潜艇 认为这是美国通过加深与该地区其他国家的军事联系 来遏制中国的努力的一部分 但由于澳大利亚不太可能在这一问题上让步 李强的重点可能是超越分歧 深化经济关系 澳大利亚是中国的主要铁矿石和其他矿物供应 且对华贸易有顺差